就加加,越來越少,減減的,也可以啊 它會越來越少 所以相反的迴圈,反過來迴圈也是可以 反向迴圈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就看你怎麼 當然,通常我們在轉眼神絲通常是 多的,往上的多啦 往下的其實比較少 可是還是會遇到 所以有些城市怎麼寫就看客人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倒過來 很多人腦筋就轉不過來 其實就減減兩下就好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或者說減減的話 在起始值變成說 我們如果要 起始值就變99 然後呢,一直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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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怎麼 條件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就要去想 越來越少 怎麼去減 那怎麼樣進入迴圈 怎麼樣把結果秀出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各位要思考 最後這個區塊就敘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 把1加到99 城市就有很多寫法 加加也可以,減減也可以 所以你等一下也可以思考減減 再來就是說,因為我們會需要把最後的結果暫存在某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宣告一個變數,比如SUM SUM這個變數的話就是可以暫時存放我們加總 或者叫Total也可以啦 然後可以把它暫時存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最後就是底下會有輸出 輸出的話我們可以輸出到Ctrl System.out 把最後的這一個給寫出去 所以這邊的話大概了解 那其實是條件不僅是這邊大概有一些說明,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用實際的例子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們今天,那它的 這個是如果連續印出1到9的話 它的邏輯是開始,然後它的初始值 進來之後如果這個條件為出的話 就繼續怎樣? True 就繼續印出 然後呢,步進就是加加對不對 加1之後的話再回來 對不對?回來之後再判斷 判斷為 True的話繼續印 所以如果1到9的平方如果要印出來的話 你可以這樣跑跑跑跑到第10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條件已經 false 就跳離這個回圈了 那再來的話,我們這邊有個 如果我今天好了 請等一下各位建立一個這個 簡單的simple 就是這個class名稱就是 sum 那這個地方的話一樣的 那這裡我們宣告了兩個變數 一個i,一個sum 然後預設值都是0 接下來的話,跑這個回圈 for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i初始值等於1 初始值一定要給它 然後i如果是小於等於100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就是 這個1加到100 然後i加加就是加 然後後面的部分的話 當它進入到這個裡面的時候 第一是sum等於0 所以當i等於1的話 那就加等於這個有沒有 剛剛我們才講過 這個sum加等於i 其實就等於什麼 sum等於sum加i的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這個是